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8月27日 想跟進一些人一定是學錯過的東西 以前我中學時代學的中史哥 我是很討厭慈禧這個人 我覺得他是累死了整個中國 可能有一點男權主義的思想在裡面 某程度上可能因為他是女人 我覺得女人做皇帝 他又不是皇帝,總之是垂連聘政 那些是甚麼? 你覺得他不懂事 然後他不懂事 其實跟777很像 你既然不懂事 又要拿著一個國家來搞小學雞 就好像累死整個中國 咦?這個思想好像在哪裡聽過 你累死什麼什麼什麼 好嗎?那些... 對,我也覺得很... 其實那時候我還是很中學雞思維 但...如果你看看歐智太后 那以後...如果你看看歐智太后 是個好素人 冰雪聰明 而且非常懂得這個權術平衡 就不像我們的777 這個很厲害的 其實慈禧太后 那麼 講回這個義和團 我就講義和團方面 其實義和團方面你已經看到他的手段是非常厲害的了 那人義和團在北京已經非常示弱了 主要就是這些反世 你搞民族主義 搞仇愛、排外的情緒 結果那群義和團就是無生老母 那就是這個 那個九公真人 你有看黃飛鴻那些片 那你就會知道 那這個九公真人 那就是八年教系有些小女 那就是童子那些 左右兩排 然後就排著九公真人 然後在那裡吹滴滴 向前走 那他們是非常之禁憎那些洋人的 總之逢親洋人 甚至乎 你只要是在洋人的地帶出沒那些 他都當你是其中一份子 你可以等同是 即是怎麼說 六十年後 大概 都不止六十年後 一百年後 也沒有那麼久 隨便吧 即是一九六零年 那你計算時候 那一九六零年的時候 那些紅衛兵 二和團 很像 又是沒有 那些 那些 然後 他們在北京那裡 勢力就很大 那在北京那裡勢力很大 滿清政府原本打算找給 但是 即是 你找找找找到自己都被人找了 沒得找 對不對 那結果呢 慈禧太后就心生一計了 反正都找不到 那你沒理由這麼笨 如果你是明朝崇禎皇帝的時候 你會怎樣呢 即是明朝那時候 就是內外交困 內外交困 即是李自成就在裡面 這個清軍就在外面 那跟著崇禎皇帝 你兩邊都要佛 而李自成就就打到北京城那裡了 對不對 這個情況很相似的 即是那個狀況 對於慈禧來說 就是 八角聯軍那些 啊 未八角聯軍的 即是 總之那些洋人的勢力 就在外面盤巨 那就令到他非常之感怒 而且呢 他一直都想動這個江水 那結果呢 就是 怎樣可以 即是外國又不讓他動 那怎樣可以 威一威呢 那於是他就借助了 哎 反正也是 你的義和團 反正都要打的了 啊 我四兩撥千斤 接著呢 借你的手 然後出口氣也好 那當然啦 就是因為你知道 如果入面和外面一齊 夾擊 又或者你 即是好像聯盟滅金 或者是這個 聯金滅寧 是同樣的case來的 如果你知道的話 對呀 真的同樣的case 為什麼呢 你那時候聯盟滅金 聯金滅寧 都是 你去蒙古 又打你 金又打你 又或者呢 金又打你 尿又打你 你兩邊防 防不了的 所以你就要聯結 A去打擊 B 到最後就想不到被人吃了一隻豬 他的做法就是放異和團入力 那些異和團就消殺搶掠 即是扶青烈陽 簡單說其實都是老人勒索啊 跟著強姦婦女啊 拿了些金銀珠寶啊 即是 學這個六頂記衛小寶話頭啊 即是那些錢品和女人 就拿了他 反清復命只是他的口號而已 這樣 那件事發展到呢 就是 你當然是激怒了那些洋人 而且都不忍道啊 因為 異和團根本就作斷 連些 小女兒小兒子那些都 亂來 這樣 那結果呢 就 引致 因為你連間炸 連間教堂都炸了 裡面那些 人啊 小女兒 連些洋人都死了 那些很無辜的 就是有些孤兒犬那些 那所以 楊人就非常之憤怒了 那於是 才產生了 八角聯軍這件事 那他自己了出來的 可以說 那八角聯軍這件事一發不可收拾 那結果不用我講啦 就是 異和團是 死無葬身之地 那 那 但是 我們會 覺得是怎樣 什麼 無亡各始啊 然後很憤怒啊 那時候 我中學時代 都有這種這樣的思想 你們有沒有的 就是覺得那些 鬼佬黑鬼啊 我們啊 死人白皮豬啊 是不是 那 但是 他沒有說一件事 就是 你說就說 是什麼 消殺搶掠 那些 但是 那時候 他那本 中史書各樣 可能會寫到 那些洋人走進來啊 火燒玄冥丸啊 火燒玄冥丸啊 搶了我們這些東西啊 那樣 其實不是的 清朝的百姓是非常之歡迎 這個八角聯軍的 是啊 很歡迎他 所以這點要非常之糾正 是啊 我們要糾正自己的思想 這點 這點 這百姓是歡迎那些八角聯軍的 不能以為那麼受害啊 那時候 那八角聯軍上岸的時候 其實很多 很多那些清朝的百姓呢 是做了帶路人的 就是 來 一來我就帶路 那樣 正如第一次鴉片戰爭那樣 那時候 那時候清朝的百姓呢 就跟那些英法聯軍那些去做交易的 那時候是賣那些蔬菜啊 畜生啊 然後又有些糧食啊 諸如此類的給他們的 那還有呢 當那時候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呢 英國啊 爆破了這個虎門的時候呢 然後 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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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咀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看你打仗看得很開心的 要買票入場的 即是清朝啊 跟那個 那個英國啊 在海戰的時候呢 那些人呢 就在岸邊看的 那 那 這點要無比的信心啊 至少你要肯定一件事先 肯定什麼 英國的艦隊是不會炮轟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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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朝的艦隊被英軍打沉的時候 那些清朝的兵就像解放軍演習一樣 就跳水了 第一次軍演示示範 演習徒生 那些岸邊的居民 正常來說,我們以前教科書教你 你會怎麼想的? 我們會覺得 我們滿清大清帝國 我們大中華帝國的戰艦 被洋人擊沉 實在太過分了 應該會這樣想 但不是的 那些人是非常拍攏手掌 非常歡呼 如果有些清朝的藍隻被擊沉 他們是拍手掌 就這樣說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 你要知道 其實現在都有的 一個階級觀念 什麼叫階級觀念呢? 其實每個朝代都有的 就是你分了幾等人 什麼叫分了幾等人呢? 那時候最高級的人是什麼呢? 就是滿人 滿人 即是奇兵子弟 而那些奇兵子弟 你有特權的時候 即是中聯班的那些問題 即是那些北大人那些 那些 那些恩主心派那些 那通常他們會做些什麼的? 就是趁火打劫 即是有什麼事的時候 就搶掉那些金銀珠寶 那所以呢 那你那些百姓基本上 就是錦露不錦然的 那你錦露不錦然的時候 什麼時候覆蓄啊? 那件事 鄭少秋那一套 你有沒有看? 火燒完明園 即是火燒完明園的時候 那首歌 誰拿我威風素地 然後火燒完明園的時候 有冤報冤有仇報仇 所以那些百姓 除了甲道歡迎英軍之外 就搶了一份 這次還不陪回 以往 那麼多年來 那幾十年來 被你搶的損失 是不是? 你搶過那些什麼 十倍奉還 那這次 那結果那些 原明園的 金銀珠寶全部 現在就是你可以在 羅浮宮那裡觀賞得到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時候如果你看這個 火燒原明園 你就非常之想打鬼那些鬼佬 竟然這樣欺負我們中國 大中華 但是那些人都有說 國家對此文不是此文 此文對國家就不是國家了 所以那時候的文情 其實不是我們以前在中學的時候 學到 教科書上面說的東西 最後也是那句 國不知而有文 文就不知而有國 那是誰問這句說話的呢 就是誰會被這句說話 就是那時候 有個人都被騙了 那是誰呢 又是 英國佬 英軍的統帥巴夏里 他看到那些人 你為什麼會拿東西給我呢 還跟我拍照 玩東西啊 所以那時候他就問了 何以至此呢 那些百姓就跟他講了這句 不知道用中文講還是英文講呢 國不知有文 文就不知有國 好 今天就講到這麼多了 我在想不知有文講 聽說話 怎麼會是這句說話 proving的 董哥 童子 有一通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